好了 看新冠肺炎相关的新闻 在美国新冠肺炎爆发出第一起感染途径 器官移植 这是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团队 在美国的移植期刊上面指出的 有一个女性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 之后出现新冠症状 术前筛解阴性 术后变成阳性 当时处理捐赠的医师也确诊 最后这个受赠者 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 那么捐赠的这一个双肺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2020年美国将近4万件 器官移植手术中来自密歇根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的女子 接受车祸捐赠者的双肺 术后三天却出现发烧 低血压 呼吸困难等症状 重新进行肺炎筛减 居然从术前的阴性转为阳性 成为美国第一个 因为器官移植而确诊的案例 进行手术的其中一名医生 也在术后四天确诊 这份由美国媒体NBC报道 来自美国移植期刊的报告指出 器官捐赠者在生前没有出游或出国的记录 没有病征 也没有接触过确诊患者 手术之前进行过上呼吸道检测 没有新冠肺炎病毒反应 但是由于接受肺部移植的女患者病况急转之下 医院决定追寻病毒来源 最后在先前抽取的肺部液体和已移植的肺部中 发现了新冠病毒 推测是感染源头 肺部的尊赠者可能是无症状感染 鼻咽喉的采样都成阴性 而没有及时发现隐匿的病毒 最后接受移植的患者 在术后两个月补性离世 值得注意的是器官移植传染并不常见 几率低于1% 移植其他器官会不会也有被传染的可能 目前还有待查证 至于美国疫情 有专家认为随着疫苗接种计划开跑 而曾经感染后康复者会有抗体 看好未来确诊人数下降 美国有望在4月份回归正常生活 不过有另外一派说法是不要太乐观 美国首席医疗顾问佛希则认为 美国要能摆脱疫情的阴霾 现在还说不准 从2019年以来 病毒已经夺走将近50万美国人的性命 感染超过2800万人 再加上变种病毒琢磨不定 就算日后慢慢放宽防疫限制 口罩可能还是要持续戴到2022年 而在以色列可以看到民众惬意的模样 21号商店学校博物馆等公共场所 已经凭着绿色护照政策 有条件重新开放 要逐渐解去去年12月底的第三次封城令 朝恢复正常生活迈进 目前以色列是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930万人口中一半已经接种过第一剂辉瑞疫苗 还有288万人依照建议施打完两剂 根据以色列卫生部的研究 施打两剂预防感染新冠病毒 有效程度高达95.8% 我感谢我们终于回来 我感谢我们得到疫苗 我们得到疫苗 我们得到疫苗 所以我们得到新冠 以色列的目标是持续让16岁以上所有人都完成疫苗接种 因为拥有全球顶尖医疗系统和资料库 透过支付更高的价格 还有和辉瑞达成分享资料协议 确保可以获得大量疫苗的优势 纽西兰也在抗疫迈进了一大步 20号启动辉瑞疫苗接种计划 因为纽西兰的感染者主要来自境外 做法和其他国家稍有不同 除了一小群医护人员 主要由边境官员和检疫与防疫旅馆人员开始施打 全国约500万人口的接种计划 则预计划一年完成 澳洲总理莫里森 21号在澳洲接种计划开跑的第一天 带头施打辉瑞第一剂疫苗 借此向国民宣誓对疫苗和对抗病毒信心十足 澳洲也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估计三月前会有400万人自愿接种 计划十月以前替2500万澳洲人 接种阿斯特杰利康疫苗 马来西亚也在21号迎来第一批 约31万2000剂的辉瑞疫苗 因为经济受到封锁政策的打击 2020年创下近20年来衰退新低 大马政府计划一年内为3200万民众 至少八成以上施打 这种计划不只保卫人民健康 更是重振大马经济的象征 疫苗资源有限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19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再度呼吁能更平均的分配疫苗给各国 让所有国家的医疗人员和年长者都有疫苗磕打 控制疫情的脚步和谐 避免国际间不平等恶化与疫苗囤积浪费 TVBS新闻综合报道